美国众院已经通过了法案 要求Titalk的中国母公司 就是字节跳动 六个月之内要把它卖掉 要卖给谁呢 仅限非中国的公司 条件绑好了 如果不照做的话怎么办 很抱歉要下架 Apple Store也好 Google Play也好 全面下架 当然这是众院通过 要等待参议院通过 要交给拜登来签署 Titalk已经发言 希望参议院能够承认 法案对美国有 一点七亿用户的影响 在美国也有示威抗议 对于这个美国这个决定 有些示威 那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也有讲话 美方始终没有找到Titalk 威胁美国国安的证据 美国做法就是一个霸凌 扰乱企业经营 最终要反噬美国的自身 所以当然美国不止了 不止Titalk 不只是这个比亚迪 这个电池 宁德时代等等 这个中美之间的大战 芳心慰哀 只有更多 不会有更少 所以在此同时 这个讯息也很有意思 我关注了好几天 那今天我们把它拿出来 讲一个很不寻常 你看到这个中国之前 不是这个取消 美国的大豆吗 当然后来又去买 那手上的武器 真的是太多了 因为美国也是个农业大国 现在又取消了一批 美国的小麦 连续三个交易日都撤单 第一批撤单 总量已经达到了50.4万吨 这次又取消了26.4万吨 这是1999年之后 公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数据 然后当然这个一公布呢 这个小麦的这个期货价格就下跌 它在第一次撤单的时候 就惊呆了大家 蓬勃就说 哇 这撤单最大的一笔 当天这个小麦价格 大概就掉了3%还是多少 那现在又再撤单 所以它可以继续再撤单 有大豆啊 有小麦啊 有玉米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农产品等等 那美国的这个农业出口额 也首次10年来出现了贸易逆差 有没有 比进口额少了200亿美元 当然跟其他的国家 也有些联动的关系 所以这个介大使你怎么看待 我说双方的工具箱里面 都有很多的工具 但是TTAX这个东西 不会惹毛这些一万 一亿七千万的这个用户吗 会惹毛啊 可是美国政府还是要继续干的 而且在众院已经通过了 本来是委员会提案 当时是50比0嘛 那这次众院的通过的比 这个赞成票 360几好像 352比那个65 65 这个比例也是很悬殊 在这个情况看 看起来参议院也不会有什么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如果说是国安问题 或者说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国际社会贸易上 一场一个新的案例 叫什么 就是一个国家政府 明白的抢夺了 抢了一个很赚钱的公司 那今天我今天跑到美国 去开一个公司 对不对赚钱了 结果美国说 对不起你国安危机 你把公司卖掉 而且要卖给非中国的 对啊 你要卖给美国 这是什么 这就是国家做强盗嘛 就是说你以后 谁到美国去 上市去干什么东西 你小心啊 美国政府一个命令 它国务院通过 它的国会通过法令 就说对不起 你东西留下 人给我走掉 就这样子啊 你给我走人 可东西留下 这是强盗吗 所以美国这个法案通过 就证明美国是一个强盗国家 就这么简单 那不过就是说 这个里面就是说 有1.7亿美国的用户 美国人口数一半差不多 然后有四五百万人 是靠这个赚钱的 对 那我觉得基本上 美国人已经有一些年 这里面都是美国年轻 年轻 拜登也在上面开了官方账号 不是吗 对啊 所以这个矛盾很讽刺 自己还在玩 没有 他没有说要关抖音 他只是说你字节跳动 把抖音卖掉 你把公司留下 你人给我走人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开国际上一个极大的恶力 国家当强盗 这还是第一次 比如说美国把俄罗斯的 这些东西 很多俄罗斯私人的资产 海外资产 也给他没收 这是国家当强盗 所以他表面上 拉的是一个亡国感 因为所谓输出的是 中国文化 中国的价值观 中国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舆论 这是抖音亡国 亡美国 但事实上 它还是一笔好生意 对吧 他这个资产非常大 这个有111.7亿人的用户 我想他的收益是很大的 所以他叫你东西留下 给我走人 这个我觉得抖音 是大概这个法案 他是挡不过 我觉得他再怎么做 也是徒劳无功 不过我觉得他可以 应该做一个打算 就是说 我走人 可东西我要带走 我要带走 对 东西带走 就是怎样 让他下架 对啊 就下架 东西带走 你这个才会让美国人 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以后你就 你就山寨版 你搞TikTok 美国在全世界 山寨抖音 叫你就这种事情 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颜面 自称是什么 正义的捍卫者 标准的制定者 已经变强盗了嘛 你再搞一个抖音出来 你在美国 你开一个抖音 让大家看看 你美国有 美国的道德底线 有多没有下限 我是觉得抖音 大概挡不住了 可是你不要 你不要傻到说 真的 钱留下 东西留下 自己走人 这个是很愚蠢的 你要想一个别的办法 他如果说 如果说不按照美国的做法 被下架之后 当然可以透过翻墙 VPN等等 还是可以用了 大家知道年轻人很会 这个倒是很会 这个就让美国的消费者 跟他在上面赚钱四五百万人 自己去想办法 对对对 因为抖音很多 很多我们在上面是盈利的 对啊 因为小麦的问题就变成 小麦国 全世界生产小麦国家 不是美国 对对 很多过去中国大陆 像美国买小菜 是政策性采购 对 以前我们 我们台湾也有做 我们常常派这个 采购团到中西部 我那在中西部服务 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 采购一团来 我们整个人怎么样 都顿时变成怎么样 变成别人眼中的财神爷 所以我们很多地位 都是靠这些 我们国内农业采购团去的 像我那时候几个州 当时一津津乐道 一去跟他们争承 你们怎么好久没有派 农业采购团来买大麦 小大豆 这很管用的 那这些州虽然 这个人不多 可是呢 它也是一个州 它里面的政治人物 就会帮你说话 那现在中国大陆 美国现在已经怎么讲 全面反中 全面反华了 那这个大麦的话 事实上的话 小麦 现在澳洲也有出啊 巴西也有出啊 南非也有出啊 那你为什么不跟 自己的朋友去买呢 一定要跟你的敌人去买 那你想想看 这些都是农业州嘛 拜登支持者 所以我说这个中国的 这个工具上的工具 也是拿得蛮精准的是不是 对 中国大陆就大宗采购 现在过去农产品是一个 以前还有一个 就是买美国波音飞机 我现在波音飞机不能买 买了回来以后摔机怎么办 基本都会掉出去了 对 一大堆问题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可以跟美国采购很多东西 那美国也有些 可是问题就变成 中国大陆常常讲 我要买的你不卖 对 我可以跟别人买 你一定要我跟你买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 这个压霸的地方 对 中美两大国 当然工具箱里面的工具 都有很多了 你说这个贸易战 你来我往 它就是一个过程 当然比气场 比实力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